那接下來我們要提到的就是 最近在就是會看到這一首歌的MV的時候 就覺得哇怎麼會拍得這麼的悲慘 就是朋友都結婚去了 很悲慘嗎? 不會覺得嗎? 是我覺得是曲風那個旋律上是有點傷感這首歌 那對於感情與恆的這個態度到底是什麼呢? 我現在啊 我現在其實覺得真的要很欣賦 對 如果找到一個適合自己的人要很珍惜很珍惜 對 因為我應該是經歷過一段 曾經對我來說是很刻骨銘心的感情 那那段感情其實是大概有長達五年之久的 對 然後可是因為是因為遠距離的關係 然後導致我們到最後都分開了 對 所以這個過程我從我們很穩定 然後到慢慢漸漸梳理到最後分開 我其實覺得還蠻痛的 所以遠距離應該就是 呃 是一個很大的考驗 對啊 真的是 那時候我在 對啊 真的是一個非常 遠距離的話我覺得是 兩個人必須要加加倍的努力去經營這段感情才可以 或者是說要非常穩定了之後再去遠距離對不對 是不是要這樣子 呃 就算你很穩定了以後 你在遠距離你也必須要付出多一倍的努力去經營 對 因為你你平常生活你看不到對方 然後有很多事情必須要 你是必須要讓他去知道你在那邊過得如何的 嗯 可是有的時候我們會為了 會 會為他著想嘛 想說你可能太忙了 那我就先不打擾你 然後我們就沒有通電話可以 這樣子下去 久而久之 簡訊也變少了 電話也不打了 久而久之 你就會覺得那個距離感很很大很遠 對 所以他 對啊 所以這個經驗告訴我說 當你真的遇到一個你很喜歡的 就是要真的要非常的珍惜 其實我覺得我對這首歌有不一樣的感覺 就是其實到我這把年紀喔 就會覺得說 然後這個朋友以前都很麻吉啊 但是他們現在就是結婚去了就會以家庭喔 比方說自己的老婆 自己的小孩為重這樣子 就比較沒有時間像過去那樣 那麼大家就會整天就是膩在一塊這樣子 所以朋友都結婚去了 其實這個聽起來真的是也蠻有感覺的喔 對啊對啊 好像我也是 也是會這樣子對不對 因為我身邊的朋友都一個一個結婚去了 真的 高中同學啊 或者是一些歌手朋友啊等等 嗯 對不對 那現在交往的話會以結婚為前提嗎 就是女生是不是很想 很喜歡提到這個 就是以結婚為前提來 來選擇 對 來交往這樣 嗯 我是一個 我是一個渴望幸福家庭的女生啦 嗯嗯嗯嗯 所以我 我如果 找到林以伴的話 我當然是希望她可以是 一直到 可以走到最後的那個 對 一起結婚 喜歡家庭生活喔 對 成立家庭啊 會啊 我很傳統啊 所以這個 是創作宅 宅女嗎 宅呀 哈哈哈哈 對啊 就是 跟一般人 可能就是想的都一樣吧 都是希望找個幸福的家庭 嗯嗯嗯嗯嗯嗯 我還打算